头条开讲我们要充百万订阅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赶快订阅起来 泽伦斯基他又说话了 在英国国会发表演讲 引述二战时期英国首相丘吉尔名言 说我们绝不投降 而他又呼吁北约在乌克兰建禁航区 那么全体议员齐力鼓掌 哇你看又再次获得了掌声 但是掌声能换来实际的支持吗 这就是泽伦斯基 然后偏偏的CNN这边有一篇报道 说泽伦斯基的英雄主义正在闯越西方红线 因为他可能逐渐跟西方的谨慎为上 这个愿望跟做法不一样了 来韩冰 其实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就是泽伦斯基在英国的这个医院 然后就直接让视讯发言 然后看起来英国人非常拥固他 非常支持他 你看很多人袭地而坐 这个挤得水泄不通 看起来好像很棒的样子 那请问一下英国有通过设立进行区吗 没有 没有啊 所以那又怎样呢 那就是我很支持你 但是就跟蔡英文一样 关心但不介入 不就是这样子而已吗 那反而是 我觉得泽伦斯基 昨天的做法有一些过头 其实他最近很多做法一整个过头 他现在是指责拜登 然后你在英国人家的地盘上 虽然是视讯 但等于是在人家的地盘上演说 你应该是争取人家的支持啊 结果你等你很多说法等于是指着 Boris Johnson的鼻子在骂 对不对 你等于是在骂他 骂他说因为你们英国太炫耀才不 不帮我们啊怎么样 那这样子也许 Boris Johnson的政敌听了会很高兴 可是问题是他本人听了会想法如何 你这小时在弄我嘛 对不对不就是这样子吗 现在对拜登来讲 他肯定也觉得泽伦斯基在弄他 那所以 就像昨天介大使讲的 拜登现在可能也不见得很开心吧 是不是一直在骂我对不对 所以你看泽伦斯基今天态度已经变了 今天那个拜登一讲说他美国要宣布 就是要禁运石油这个东西 然后那个泽伦斯基马上感谢拜登 过去他不是最要紧 其实你看他过去对那个什么 限制石油出口什么东西 一直都没有非常强调 还是强调就是战机要给我 然后进航区要来 结果现在拜登讲一个这个 他马上就感谢了 为什么 我觉得他可能也有在看CNN报道 CNN已经警告他 你不要跨过这个红线 你跨过这个红线 到最后把西方这些国家惹毛了 其实他要丢掉你还不简单 阿富汗不就这样被丢掉了吗 所以你乌克兰现在正在危机关头的时候 你得罪这些西方的主要领袖 其实对泽伦斯基 对乌克兰为彼此好事 我觉得泽伦斯基已经开始警觉了 可是你看 他的确现在是说他需要战机 他需要什么禁航区 否则的话呢 俄国就一直是好像 对着这一个开放的天空 我们把天空开放给俄罗斯 实在是太危险了 所以泽伦斯基才是一直不断的在呼吁 可是呼吁又换来实质的援助吗 都说要帮乌克兰 可是我们来看一下 北约秘书长他说 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支援乌克兰的补给县 北约盟国是正在帮着乌克兰 维护他们自我防卫的权利 如果有任何针对一个北约国家 北约领土的攻击 就将触发北大西洋公约的第五条 好 所以意思是说 现在你们不能这个俄罗斯啊 听清楚了 你不可以轻举妄动 否则的话呢 这个是违背联合国的宪章 联合国的这个法律的 可是如果是按照这个逻辑的话 亮哥 那我想请教的是说 那俄罗斯应该就不敢这样做了嘛 可是偏偏呢 你看另外一头都说 你波兰的这个战机 到底要怎么样能够送到乌克兰的手上 到底谁在怕 波兰好像很怕送到乌克兰的手上 那波兰后来又说 请这个美国啦 美国在德国有基地嘛 军事基地 请美国来全全的来安排 来部署 然后呢你们送到乌克兰去 可以吧 结果美国说不可行 你看 美国有讲一句话 他说欧盟国家有意见 他的意思是说 德国要飞到乌克兰 要经过很多欧洲国家 你不能直接跳过去吧 那俄罗斯已经讲了 他说只要历经的国家都算 你懂我的意思 就是你放心嘛 所以你们都算是参战的共犯 所以他们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事实上你刚刚讲到北约秘书长讲那话 他那个跟美国对台关系法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有义务来提高你的防御能力 可是我们不会出兵 意思不就是这样吗 所以可是他们现在连提高乌克兰的防卫能力 都没有尽力嘛 比如说北约你就 那波兰都已经说要把飞机提供 那我用北约的名义好不好 事实上波兰第一时间是用这个建议啊 是 说我可以提供23架米格29嘛 可是我可不可以用北约的名义 不要用波兰 那美国第一时间就不要嘛 所以波兰才提出第二个案啊 说那不然我送到美国这个铸德基地 那你们美国自己处理这样好不好 其实波兰这个国家真的蛮诡诈的 然后对啊 因为美国好像是真的不知情 美国是吓一跳了 因为美国的官员自己都讲了 所以欧洲你们怎么发现 我们今天看这个欧洲国家真的 鬼头鬼脑的蛮多的啦 比如说我配合制裁年底实施 还有波兰说我飞机给你啊 对啊 就看你怎么运作都可以啊 因为波兰当然知道 美国就是不要自己站到第一线嘛 那既然这样你最强的国家都不敢 我波兰为什么敢 可是他不能这样讲 因为这样讲太没面子 会让美国很没面子 他自己也没面子 他自己也没面子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欧洲人很厉害啦 这个介大使待欧洲久了就知道 欧洲人很会 因为很有面子的很文雅的讲出政治厉害 这个就是厉害的地方啦 可是说实在的 除了这个介大使补充一下意见之外呢 你看这个 都说要帮助乌克兰 那其实乌克兰有太多难民 涌入到波兰这个地方 波兰也很头痛啊 结果呢现在呢 你说这个很多的难民 又去了法国 法国呢再次要到英国去的 因为英国的时候 我可以收20万的难民 现在说已经出去的已经超过200万嘛 我收20万可以吧 但是你收20万呢 到周日为止 只发出50份的签证 才有50份 然后法国呢 法国吓坏了 法国也很生气 然后就说 你根本你说你要收留难民太不给力了吧 然后呢 波罗斯 Johnson后来呢 就说 那英国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慷慨 只是系统 不会让任何人不经过检查或者是控制 就进入英国 所以换句话说 这些都是经过必要的程序 50个人那就抱歉嘛 意思是说之后可能还会再增加 但是呢 现在就是这样啊 数字就是会说话 这个就是代表什么 这就代表现实嘛 所以法国你在那边骂英国也没有用啊 这就是大家都在什么 都在推卸责任 这就是我要禁运从年底开始 翻版啊 我准备收20万 可是呢 要今年9月1号开始实施 这就英国人老是这样玩啊 对啊 而且这个签是 这个其实BBC就报过 其实又签到英法两个 两个这个老对手之间在玩 因为这个事情是嘎雷 在法国的这个比较靠 靠东部一个大臣 他那边已经收了一些乌克兰难民 是 那他又给那些乌克兰民去填志愿 你这个法国人也很贼啊 人家到你那边填志愿的时候 那我想去英国 结果送出了150个说 这些人想去英国 对 结果英国人不同意 英国人就想说 你法国人少跟我玩这一套了 对不对 你送飞机你就自己去送 不要叫我去送 对不对 人家烂名跑你法国 你法国又给他搞了半天 说要到英国 要150个 法国就不做 那个英国就拒绝了 对 所以这件事就闹开了 所以你想想看 这些人真的有这么善良吗 这英国 这欧洲人在这种 战乱之中 他们这样子玩了几千年了 哎呀 我觉得这一次的战争啊 把欧洲的薪酬救恨 他们全部掀起来了 以前玩的一个假象 欧洲人是一家人 怎么样啊 大家那么崇高 讲人权讲人道 是 这一次一个战争把他们真面目 又打出来了 又一叫回到解放前去 这个就英国跟法国人在斗 是啊 那法国人怎么不知道 英国人有多狡猾 对不对 我开放可是9月1号开始 战争都结束了 然后现在他们又 现在他们这些欧洲国家 要讨论一个问题 你知道 因为欧盟的标准是给所有的 这些乌克兰难民 三年的难民签证 对 那现在他们又在讨论说 这些人不回去怎么办 你现在已经150万了 200万了 那这300万 200了 你现在给他三年 三年以后你好意思赶他们吗 这又是一个大问题 然后这些救急不救穷 那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 挖在边界搞茶水站 给他吃便当送他什么行李 现在还在不在不知道了 所以我是觉得这就是虚伪 真的 真的虚伪 他们要真正有智慧的话 就不要让这场战争继续打 那波兰其实也很可怕 他就这边已经收100万的难民 对 可是问题今天有 今天有乌克兰的问题 我跟你讲 波兰要负很大责任 2014年的广场革命 波兰人在里面扮演很重要角色 乌克兰境内也有波兰人 对 因为波兰人为什么对乌克兰 这么有兴趣 因为二次大战结束的时候 把一部分的波兰领土送给了乌克兰 对 那 而且以前他统治过乌克兰 因为他也是 乌克兰人 他把这些乌克兰人都 都改信奉天主教 也是波兰人 这个历史问题非常严重 对 那现在一下好事情闹成这样 到这个节骨眼 其实你看嘛 前天 马克宏跟肖枝 欧盟两大首脑 主动跟习近平 找习近平 对啊 你显然就是说 他们这个事情不信任 不信任 不信任那个拜登 对 他要找中国大陆 因为中国大陆怎么样 一开始他立场很清楚 就是组合 从头到尾就组合 然后他跟两边都说得上话 你现在肖枝 绝对跟 他打电话 给普丁 普丁绝对不接 你一开始就跟着美国搞 你搞了一百多 你一千多枚那些 那些什么东德的导弹 是什么意思 对 对人家你谈什么核 你已经没有 普丁不会理他了 所以他就跑到外面去求 所以这个局势现在发展得很快 也很清楚 全球脉动一手掌握 每天一小时不啰嗦 2022我们再冲一波 百万订阅 尽速的达标 请教官动员点招 支持中天的好朋友们 加入订阅 揭力冲刺 头条开讲百万粉丝 即将要诞生 请按赞分享订阅 让全球的百万华人们 一起分享这份迷绕 by bwd6